结婚当晚 我才知道妻子绑定了攻略系统 而攻略对象是我 我对她的爱意越深 她的白月光癌症就能恢复得越快 攻略成功那天 她的白月光癌症彻底痊愈 而我躺在病床上失去了最后一丝气息 死后 我的灵魂飘荡在上空 看着她和白月光激情相拥 喜极而泣 后来 我的骨灰被寄到她手上 她打开后彻底疯了 我的灵魂飘荡在病房上空 静静看着病床上插满管子的自己 记忆的前一秒 是我在婚礼上对着顾婉深情表白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因为我拥有全世界最好的你 顾婉 我爱你 我想用余生和你一起走下去 情绪激动之下 我的泪水溢满眼眶 却没发现 面前的顾婉 神情古怪 冷淡中透着一丝不耐 表白话语落下的最后一秒 我的耳边隐约传来无机制的冰冷机械声 攻略对象爱一直达到100 攻略任务成功 现在发放奖励 下一刻 我的意识陷入昏迷 一片意识的黑海中 我隐约听到病床身边的顾婉接来的电话 与其是从未有过的兴奋 什么 你说秦升的癌症彻底被治愈了 太好了 我现在就过去 不要走 我下意识伸手 想要挽留顾婉 下一秒 我的意识陡然清明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掌 穿过顾婉的身体 顾婉头也不会离开 喷一声 把门甩得震天响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透明的身体 不由得苦笑 原来 我已经死了 那具身体尚且温热 心脏依旧在有力地跳动 灵魂却已经被剥离于身体之外 飘荡在上空默然俯视病房里的一切 在我和顾婉婉礼当天 我接受了自己脑死亡的事实 失去了身体的束缚 我的灵魂跟着顾婉 飘到了隔壁一间病房 病房床上 躺着一个穿着病号服的男人 虽然面色有些苍白 却精神异异 男人见了顾婉眼前一亮 掀开被子就要下床 顾婉一个剑步冲上去 小心翼翼扶住他 温柔则怪道 医生说你大病出狱 还需要静养 就不要随便下床走动了 男人苦笑一声 阿婉 我个大男人 哪里就这么娇气了 顾婉称怪道 好好 你是大男人 是我心疼你 不让你下床行了吧 说完 顾婉转头拿出一个保温筒 这是我让王妈熬的银耳羹 羊血安神的 你快点把它喝了 对你身体有好处的 男人接过保温筒 尝了一口 便咽咽放下勺子 太烫了 不喝了 顾婉有些无奈地看着他 仿佛对他这种小脾气 细为常 好好好 太烫了 我给你吹吹好不好 就这样 顾婉拿着勺子 一口口吹凉了胃给男人 眉眼间 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耐心 从我认识顾婉起 顾婉就从来没有 这样对我温柔过 我生病 他不闻不问 我被病痛折磨得神志不清 打电话向他寻求一丝安慰 电话里 顾婉只冷冰冰撂下一句 病了就去吃药 找我干什么 更不用说 像现在这样 把药一口一口吹凉了 耐心喂给我 就算在梦里 我也不敢做这样的梦 如果我耍脾气不吃药 顾婉大概会冷冰冰甩下一句 爱吃不吃 不吃拉倒 然后摔门走人 看着眼前顾婉眼里 掩饰不住的温情爱意 我不由得心生苦笑 原来爱与不爱 这么明显 我看着顾婉 一勺勺为男人喝完了银耳羹 放下保温盒 转身紧紧抱住男人 雨带哽咽 阿生 幸好你活下来了 否则 否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阿生 我的视线 随着顾婉飘到床头悬挂的信息牌上 为首病人姓名一栏里 赫然写着 秦生 看清名字的那一瞬间 我的身体如过电般颤抖 心脏传来撕裂般疼痛 奇怪 鬼也会心碎吗 秦生这个名字 对我来说太过熟悉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成为我挥之不去的噩梦 在和顾婉正式在一起后第二年 我才得知秦生的存在 她是顾婉的前男友 也是顾婉的白月光 上高中那会儿 她们是有名的金童玉女 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俊男靓女外表登队 又都是学霸 成绩明磊前茅 这样的一对情侣 般配得连班主任都不忍心拆散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看着两人爱情逐渐发酵 原本顾婉和秦生约好了 以后考同一所大学 大学一毕业就结婚 直到高三一天晚自习 秦生突然倒地昏迷 去了医院后 确诊脑癌晚期 治愈希望渺茫 在顾婉的讲述中 秦生最终没有扛过病魔的威胁 于五年前去世 将这段尘封已久的经历 娓娓道来的顾婉 一面摆弄着秦生的相册 一面脸上浮现出难以言喻的悲伤 我被她脸上的悲伤刺痛 心化作柔软的一团 联系地抱住她 阿婉 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 顾婉破天荒温柔回报我 谢谢你 南周 我会珍惜身边人的 从此以后 顾婉将秦生和她的合照 堂而皇之 摆在我们的床头柜上 南周 这是秦生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 就让我再多看两眼吧 我没有责备她 只是不断自责 如果我做得够好 能够抚平顾婉的悲伤 她也就不会被这些牵动心绪了 每次路过秦生和她的合照 我的内心总会犯出复杂的情绪 嫉妒于 即使死去多年 仍有一个男人 让顾婉念念不忘 窃喜于 我从一个死人手中 抢过了顾婉 我知道这种想法很卑劣 然而 即使和顾婉在一起多年 我依然放不下这段过去 午夜梦回 梦见秦生回来 跟我抢顾婉 即使我跪在底下苦苦哀求 顾婉依然头也不回地跟她走了 醒来后 看见枕边的顾婉 嗅着她发丝熟悉的洗发水香味 我的内心才有了一丝安定 如今 噩梦成真了 秦生没有死 她就在我隔壁 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 享受着顾婉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 在我被病痛折磨的头疼欲裂 生不如死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顾婉求她送我去医院 顾婉只是冷冷到让我自己去医院 又不是没手没脚 她今晚加班很忙 没空理我 我挣扎着爬起来 去医院 走到半路眼前一黑 昏迷不醒 再次醒来时 眼前是医院熟悉的天花板 后脑勺传来剧烈的疼痛 送我来医院的好心人不解地问我 怎么自己一个人去医院 难道就没有个家人陪陪 我只能苦笑 我的父亲早在我九岁那年 就因为矿洞坍塌去世 母亲改嫁嫌弃我脱油瓶 把我一个人丢在乡下不闻不问 至于顾婉 我望着手机上打给顾婉的一串电话 全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顾婉工作很忙 不能再给她添麻烦了 我这样道解自己 那时候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顾婉所说的加班 就是在医院里照顾情声 很快 医院检查单下来了 检查情况显示 我除了有点贫血 其他一切身体情况良好 甚至几乎撕裂剧痛的脑袋 也显示没什么问题 我望着检查单 有些不可置信 然而 事实结果就是这样 我不仅没病 身体情况还好得很 以前顾婉还没有对我失去耐心的时候 也曾经陪我去医院 那时 我也是像现在这样头痛欲裂 最后检查结果出来 却显示一切良好 我不信 拉着顾婉去了市医院 去了省医院 可得到的结果 依旧是那样 我没病 顾婉彻底失去耐心 对着我大吼 也难周你玩够没有 我工作很忙 没空陪你玩这种无聊的把戏 那是顾婉第一次对我大发雷霆 我看着她甩手离开 内心慌乱 手足无措 我不明白 结果为什么会这样 我坚信 自己身体出了问题 可检查单上的诊断 狠狠打了我的脸 直到我死后 我才明白 折磨了我一生的怪病 都来源于顾婉绑定的那个攻略系统 我对顾婉的爱意越深 情生的病 就好得越快 与此同时 我的怪病就发作得越厉害 我的灵魂飘荡在情生病房上空 听着顾婉和情生 讨论攻略系统的事 情生握着顾婉的手 一脸感激 阿婉 幸好你绑定了那个攻略系统 我的病才能这么快好 顾婉满脸得意 你还得感谢燕南州那个田狗 要不是他会自我攻略 我的任务也不会完成得这么快 我什么都不用做 光坐那儿 他的好感度就蹭蹭往上涨 我的内心一阵酸涩 苦闷感犹如潮水般将我淹没 听见顾婉提起我 情生有些不屑地撇撇嘴 要不是我病了 燕南州也没机会和你在一起 我看见他缠着你就烦 不过 幸好如今你的任务完成了 你也不用时时刻刻忍受他了 阿婉 今晚我们收拾收拾东西就出院吧 我在南郊买了壮别墅 我们可以去那里度假 情生兴致勃勃地 向顾婉规划着两人的未来 顾婉却像是想起什么般 张了张嘴 最后却陷入沉默 情生喋喋不休讲了话 终于发觉到顾婉的沉默 阿婉你怎么了 顾婉小心翼翼开口 燕南州就在隔壁病房 临走前 我想去看看他 情生脸色冷得吓人 别告诉我你 真的对他动了情 怎么可能 顾婉急忙撇清 我是看他在病床上昏迷了太久 情生文言开口讥讽 他这个人什么德行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只会搞装病这种小动作 博取你的关注 以前这种情况 又不是没有过 他昏迷了去医院 躺几天不就生龙活虎地出来了 就连医生都说他没什么问题 顾婉最后还是没来看我 陪同情生办理出院手术后手 完手上了车 我望着顾婉的车 消失在视线尽头 突然失去了追赶的力气 夜色渐沉 苍白的月光透过窗户 勾勒出我消瘦的面容 病房门支压一声打开 来人亲手亲叫 走到我病床边 顾婉望着我沉睡的面孔叹了口气 随手脱过一把椅子坐下 床头柜上有个苹果 是隔壁病床出院前给我留的 顾婉顺手拿过来削皮切块 没有碗 他就抽了张纸巾垫着 顾婉喜欢吃苹果 但是又嫌削皮太麻烦 以前我总会每天早上削个苹果 放他饭盒里 叮嘱他到了公司寄的吃 顾婉似乎也想到了这段往事 盯着苹果发了会儿待后悠悠道 燕南舟 你装病也有个度 差不多也该醒了 我苦笑 时至今日 顾婉依旧以为我在装病 在我病房待了一会儿 顾婉准备离开 病房外走廊一片昏暗 黑暗中一点红光粪外刺眼 高挑销售的男人 已在走廊墙上叼着根烟 垂眼望着徐徐上升的白烟 不知道在想什么 见顾婉出门 男人掐灭了烟笑了声 原来顾大小姐也会关心别人 顾婉皱了皱眉 徐琛你什么意思 徐琛是我大学社友 也是我的铁哥们 我追过婉那会儿 他也是我的军师 没少给我出谋划策 他这个人平时挺温文尔雅的 连句粗口都不肯抱 没想到今天一见到 顾婉就火药味十足 开口就嘲讽 这着实刷新了我对他的看法 我有些好奇的 上下打量着他 面对顾婉的质问 徐琛扬了羊嘴角 挑出一个冷笑 没什么 只是有点惊讶 毕竟对于你顾婉来说 像燕南州这种舔狗死就死了 根本不值得关心 正好还少一个麻烦 顾婉有点愤怒 像是急于反驳什么般低声道 祸害一千年 他要是那么容易 死就好了 徐琛倒吸一口气 压抑着怒火一字一句道 顾婉 你有没有良心 南州为你做了那么多 你都是瞎的吗 你不珍惜他为你做的付出也就算了 他快要死了 还得不到你一句好话 牺牲这么多 到头来换回一句 祸害一千年 顾婉 你还是不是人 不知道哪句话激怒了顾婉 顾婉猛地推了徐琛一把 你懂什么 这都是他玩惯了的把戏 只会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段博取关注 结果到了医院 什么也检查不出来 简直可笑至极 这种人 我巴不得他早点去死 省得整天阴魂不散缠着我 徐琛气急反笑 好好好 我看到时候 兰州真死了 你还会不会这么说 最终 徐琛和顾婉大吵一架后 不欢而散 徐琛走后 顾婉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般 沿着墙面缓缓跌坐 看着黑暗中衣着单薄色色发抖的女人 我下意识感到心疼 伸手想给她披荐衣服 透明的手掌穿过顾婉的肩膀 我正冷一瞬 才想起自己已经死去的事实 为什么死了还会心疼顾婉 看见她坐在地板上就担心她会着凉 看见她被气得发抖 就想下意识挡在她前面 我想了半天也没想起个所以然来 可能我真的是个没救了的舔狗吧 想起顾婉讥讽 我的那些话 无不由地苦笑起来 此后 顾婉时不时来我病房做作 给我削个苹果 顺便雨带讥讽问我 什么时候能不再装病 我的灵魂飘浮在上空 无力反驳 只能苦笑 顾婉来了几天 我感觉我的灵魂和身体的连接 越发薄弱 或许过不了几天 顾婉就能发现我死亡的事实 到时候 她应该会如释重负吧 毕竟这段感情 只不过是 我的一厢情愿罢了 一日 顾婉照就坐在我床边 给我削离 给我削完后 却不急着离开 沉默一会儿 像是终于下定什么 决心般开口道 南州 我准备和秦升结婚了 婚后决定去英国生活 以后不会回来A市了 我们之间的感情 从来不是对等的 在一起 对彼此来说都是折磨 这一次我决定放手 希望你也能放过我 你醒来后忘了我 找个好女孩好好生活 不要再耍这种装病的小手段 你啊 顾婉话语未尽 一旁的医学仪器 响起刺耳的警报声 心电监护医上显示 心跳频率缓慢 抖动几下后 归于平静 我的心脏 终于停止了跳动 顾婉像是 被人迎头一棒锤傻了 彻底呆愣在原地 两久才反应过来 晾腔着跑出病房 很快 一群医生赶到我的病房 后面跟着失魂落魄的顾婉 医生 查看我的生命体征 宣告了我的死亡 顾婉待在一旁双眼失神 不知道在想什么 家人准备处理后事吧 医生叹了口气道 一转眼发现 处在旁边游魂一样的顾婉 您和死者是什么关系 我是他老婆 顾婉张了张嘴 艰难几处一句 人死不能复生 医生淡淡道 请节哀 顾婉却像是抓到了 什么救命稻草般 眼前一亮 你们之前不是 什么都没检查出来吗 兰州他身体 不是好好的 什么毛病都没有吗 怎么突然间人就死了 你再骗我对不对 你和燕南州连起手来 骗我对不对 我不信 他就这么死了 我不信 我不信 顾婉壮弱颠狂 死死扯着医生一惊 急于寻求一个答案 哪里还有往常半分优雅淡定的模样 顾小姐你冷静一点 医生无奈扯下顾婉的手 燕先生去世 可能是身体某个部位 突然发生了病变 这在我的医生生涯中 并非没有先例 稍后 我们会给燕先生 做一个详细的身体检查 顾婉没有理会他 仍旧执着地 向医生寻求一个说法 最后检查结果出来了 我的颅内长了一颗恶性脑肿瘤 已经严重压迫到脑组织 脑肿瘤静润性增长 导致并发脑膳 造成生命体征严重紊乱死亡 也就是俗称的脑癌 当年秦生患的也是这个病 如今他已经痊愈出院 我却再也睁不开双眼 多么讽刺 攻略系统不会那么仁慈 无缘无故抹出一个人的病痛 他只会把秦生的脑肿瘤 一点一点转移到我身上 受系统影响 现代的科学仪器 在我身上检查不出来任何问题 我拼命想寻求一个真相 到头来 却被最爱的人当成疯子 现在 这个疯子终于死了 顾婉却趴在我的遗体上 哭得不能自己 然而我只觉得困惑 为什么啊 为什么我活着的时候 被顾婉骂赶紧去死 我死了以后 他却哭得这么伤心 我想我可能从来没有搞懂顾婉 绑定攻略系统 利用我的是他 在我死后 哭着求我睁开眼 看看他的也是他 想不明白便不想了 感受到灵魂和身体的连接 逐渐减弱 我开始扒着手指 算我什么时候彻底解脱 我的遗体被火化那天 顾婉也来到了现场 他戴着一副黑色墨镜 平静地看着我的遗体 被推入焚化炉 妖野的火光在他脸上跳动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秦升站在顾婉身后 看着我的遗体焚烧 冷冷挑起嘴角 火化结束 工作人员递给顾婉一个 黑色丝绒盒子 打开盒子 里面是米粒大小的钻件 燕先生生前在这里 预定了骨灰钻石的套餐 根据规定 我们会在燕先生死后 焚烧他的骨灰制成钻石 送到他的妻子手上 顾婉盯着盒子瞬间愣住 我也愣住了 我确实预定过这个服务 那是在我又一次莫名的头痛之后 熟悉的剧痛 倒海般席卷而来 我在地上疼得蜷缩起身子 在几乎被撕裂的疼痛中 我哆嗦着给顾婉打去电话 不为别的 只是单纯想听听她的声音 电话响了两声后 被顾婉接起 南州你有什么事吗 语气冷淡中压抑着不耐烦 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没事 就是想问你 什么时候下班 我知道一家不错的寿司店 正好你之前说 想去吃寿司 燕南州 你有完没完 顾婉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 都说了我工作很忙 以后没事少给我打电话 电话被啪一声挂断 只留下一连串盲音 我握着手机无所适从 正要熄灭手机屏幕 手机上突然跳出一则 骨灰钻石的广告 留给爱人最刻苦铭心的遗产 我心动了 我想用这样的方式 在顾婉心中 占据一席之地 至少 我不想让她在我死后 立刻忘记我 我想让她记得我久一点 再久一点 顾婉盯着骨灰钻石发了话带 拿起她戴到左手无名纸上 秦升沉了沉脸 想要阻止 却见顾婉盯着戒指流下泪水 阿婉 你在搞什么 秦升压低了声音不悦道 以后我们结婚戒指戴哪里 顾婉转过头面无表情 没有以后了 秦升我们分开吧 秦升如遭雷劈 阿婉你说什么 顾婉一字一句 我说 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秦升不可置信 为什么 为了一个死人 他都死了 你还是放不下他是吗 嫌南州那个田狗 到底有什么 值得你这样做的 我为了你 啪一声 秦升脸上 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 顾婉甩甩手一脸冷漠 南州是我的丈夫 我不会允许任何人诋毁他 秦升捂着脸气急反笑 那我呢 我等了你正多年 我算什么 顾婉盯着秦升的眼睛 一字一句 你早知道 那个系统会害死南州是不是 秦升突然像是被掐住脖子 良久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是 我知道 我以为你也应该早就知道了 毕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牺牲一条田狗换我的命 不是很值吗 顾婉是到如今 你不会后悔自己做的选择了吧 顾婉又扇了秦升一巴掌 秦升脸上 一左一右两个对称的巴掌印 显得分外滑稽 你走吧 顾婉面沉如水 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从火葬场离开后 顾婉开车回了 我们两个人的家 那是一栋有些偏远的小别墅 是我和顾婉买下 准备留作两人婚房的 不大的房间里 到处是我和顾婉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顾婉喜欢往冰箱里塞东西 又忘记及时拿出来清理 很多鱼虾积压生生臭掉 我只好一袋袋掏出来清理掉 放上橘子皮清除异味 又在冰箱上贴上便签 详细记录冰箱哪一层放了些什么 临近过期的食物红笔重点圈起来 提醒顾婉 这个小迷糊早点拿出来消灭掉 我躺在病床上一个多月 冰箱上贴的便利贴早已泛黄 还有些因为失去粘性掉落在地上 过晚蹲在地上 把便利贴一个个捡起来 放在手心里一个子一个子地看 冷藏里的酸奶快点拿出来喝掉 不然就要变质了 第三层放偶做的火腿三明治 你早上上班带去公司吃 不要再因为赶时间不吃早饭了 会得胃病的到时候疼死你 你买的啤酒我喝了一瓶 味道还不错 你什么时候再多买点 我给你做啤酒鸭吃 冷冻二层里有我买的鸭脖 你上次说这个牌子好吃 我又买了点 你看看 是不是你之前说的那种 顾婉再也没有勇气看下去 脑袋埋在双膝之间 微微颤抖 两酒 寂静的室内 响起第一声抽气 随后是第二声 第三声 顾婉最后气不成声 被抽干所有力气般 仰躺在地板上 手臂捂住双眼 嚎啕大哭 听着顾婉悲伤的哭泣 我的心一瞬间 像是被钻井般疼痛 我想上前抱抱她 透明的手臂 却从顾婉身上穿了过去 是啊 我已经是个死人了 我苦笑着 这一次 顾婉却像是有所感应般 猛地抬起头 环视左右 南州 是你吗 顾婉语带西记 你来看我了 你舍不得我对不对 南州你带我走吧 下辈子 我们还在一起 我摇摇头 不管怎样 顾婉我还是希望你好好活着 不要为了一个死人放弃生命 那不值得 我死后的第一年 顾婉好像陷入了对我的执念 她仿佛觉得 我仍然在世 永远站在旁边 笑一艳艳看着她 顾婉每天都戴着我的骨灰戒指 即使睡觉洗澡 也不会摘下 她经常会对着那枚戒指 自言自语 不顾他人的惊诧目光 仿佛我的灵魂 就栖息在那枚戒指上 老公 你看这件衣服好不好看 颜色衬不衬我 顾婉拿起一件连衣裙 放在身上比对 无视导过圆惊恐的眼神 对着戒指轻声细语 寻求我的意见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顾婉却像是听到了什么满意的答案 无嘴轻笑起来 讨厌 你的嘴还是那么甜 我不禁黯然 以前和顾婉一起逛街买衣服 顾婉一开始 也会像现在这样 征求我的意见 我总是真心实意道 老婆你穿哪件都好看 那时候的顾婉却 总是嫌我有嘴滑舌 给不出什么有用的意见 早知道下次不带你出来逛街了 如今的顾婉 却对着自己想象中的幻影 笑成了一朵花 因为虚幻的甜言蜜语 显得高兴不已 我看着顾婉的改变 感到悲伤却无可奈何 以前顾婉不会下厨 家里的饭菜都是我做的 顾婉怕油怕脏 从来不会靠近厨房一步 我死后 顾婉开始学着做菜 我看着她 一步步按照网上的教程 笨拙地学做菜 因为分布青年和糖闹乌龙 被锅里蹦进的热油 吓得滋哇乱叫 掌控不好凉 一次就到半瓶酱油 就这样跌跌撞撞 顾婉做的菜 开始像模像样起来 油闷茄子 红烧带鱼 清蒸育藕 水煮肉片 都是我以前经常做 给顾婉吃的拿手菜 顾婉把菜一倒倒端上桌 我常做的位置 摆着一双碗筷 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 顾婉加了一筷子菜 到我碗里 怎么样 好不好吃 我看着顾婉 对着空气满眼期待地问 我突然不忍心再看下去 开始期待起自己 魂魄消散的那一刻 顾婉似乎在极力保留着 我在家里的痕迹 小到牙刷牙膏 大到衣服鞋子 顾婉总是把我的东西 妥贴放好 生活用品定期更换 衣物定期清洗烘干 哪怕并没有人用这些 我以前喜欢在冰箱上 贴便利贴提醒顾婉 热酒渐肠 那些便利贴泛黄掉落 顾婉就贴心地贴纸上去 模仿我的口吻 仔细交代冰箱里的东西 哪一层有我喜欢的食物 哪一层的东西 又快过期了 需要消灭掉 哪一层放了他给我做的早餐 记得上班带去吃 我死后的第三年 顾婉好像放下了对我的执念 他开始照常生活 工作 学习 每年清明 他会给我带我喜欢的糕点 细语朦胧中 顾婉打着伞 站在我坟前 轻声细语讲述着 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我倚靠着墓碑仰头看他 雨点打湿他的头发 点点白色分外刺眼 他的表情平静淡然 和两年前那个寂静巅狂的他 有着天壤之别 但我知道 他还没有放下 不然我的魂魄 也不会被他的执念 聚在身边不得转世 我死后第五年 顾婉辞了职 带着我的骨灰戒指 四处旅游 我曾经和他计划 结婚之后 要去有山有水的地方都密远 顾婉带着我的骨灰戒指 几乎走遍了全国有名的山山水水 最后 顾婉选择在一处山脚下的小城定居 在我和顾婉的关系 还没那么紧张的时候 顾婉总会和我说 退休以后 要去一个衣衫傍水的小城生活 两个老头老太 互相搀扶着 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 这座小城风景很好 生活节奏也慢 我很满意 顾婉也满意 在一个冬日的午后 顾婉吃完午饭服下一把安眠药 至此 再也没有醒来 中午吃饭的桌子上 放着一张纸条 上面是顾婉清秀的字迹 你想看的山水 我已经替你走完了 现在该轮到我去找你了 南州 等等我 我已经拿到我来 韩国人的码纸条 移民口